鼎心黑心油案相关人士被判无罪 加上食安地雷接二连三的引爆 民众感到无所适从 食药署依法下令食品业者12月10号之前 设置专属实验室来筛检自家产品 不过有民众还是抱持不信任态度 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很讨厌 我们都不想吃外面的 干脆我们自己种的带回来 买的都是黑心商品 死了多少人 大肠癌有多少人 没有用啦 有钱 他说他要让他通过 他就给他通过 塞一下就通过了嘛 食药署提到实验室设置属于 食安法三级品管中的一级品管 要求业者自主管理 之后仍然必须接受验证 还有政府的机查监测 整个食安法官过程 强调有完整管理和监督制度 设置实验室是一级品管里面其中的一环 那也就是要求这些上市上柜 以及我们公告指定一亿元以上的这些食品业者 他必须设置实验室 还有所谓的二级品管的部分 三级品管就是政府的一个机查体验 第一波锁定上市上柜食品业者 必须在12月10号前设置实验室 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将依法开罚 三万元到三百万元 第二波则是公告一定规模食品厂商比照办理 预计明年12月底前 全国大约200家公司行号 食品工厂都必须将实验室设置完成 记者喜顾打球台北市采访报导